世界各国的展览会都在如火如荼的举行 像9月21日韩国防务展 10月18日的美国公务航空展览会 以及10月19日的欧洲航空展览会MRO Europa 不出意外的话又可以让我们大饱眼福了 而在刚刚结束的韩国防务展中 韩国军工企业展出了K2A2型主战堂科 K9A2型155毫米自行榴弹炮 FA50型轻型战斗机等装备 美军也展出了包括M109A6型自行榴弹炮 M270型244毫米远程火箭炮在内的高性能战术装备等 一时间让这一展会显得盛况空前 而看了韩国相关报道的朋友估计都知道 此次展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KAL公司展出的 基于KF-21型战斗机研发的KF-21N型舰载战斗机缩笔模型 为啥会这么说 因为韩国说这是进美国之后 能排进世界前三的舰载机 相比于韩国新闻各种夸张的报道 火力军觉得韩国现在越来越向着阿三格靠拢了 一个印度天下无敌 一个韩国宇宙无敌 绝配 韩国海军也不想想 就算KF-21N现在不是模型制造出来了 你搁哪里 韩国目前有正儿八经的航母吗 当然 要是你觉得韩国海军会卡时间 等KF-21N造好 韩国说不准就有真正意义的航空母舰 只是这要等多久 等到全球其他国家六代机满天飞 航母遍地走的时候吗 反正火力军不看好韩国航母的发展 至于原因 稍后讲完KF-21N后会说 从此前韩国公布的KF-21 舰载型号的动画来看 我们能发现 虽然KF-21N的气动布局和陆基型的区别不大 但是其机翼翼展和翼面积的增大 还是能看出来的 增加金翼面积的目的 估计是为了提高战机的生力性能 确保战机在低空低速条件下的操纵性 以适应航母起降的要求 同时 此次展会的演示 KF-21N的模型 其机翼进行了折叠处理 能从机翼外一段进行折叠 且不会影响到机翼中段和内侧的两个重载挂架 这种机翼折叠方式 让火力军想到F-35C 可能这就是当小弟的好处吧 从航电火控航空武器等系统设计来看 由于目前KL公司展出的仅仅是KF-21N战机的缩笔模型 因此我们暂时什么都看不出来 只能看到KF-21N战机的表面有射频天线 航电系统等设备 相位于机首上方的四个刀片式IFF天线 位于坐舱盖右前方的光电探测系统等 都和陆基型KF-21N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且通过观察KF-21N的底部 我们能知道 KL公司在KF-21N上选择内埋式弹舱 以携带中远程空空导弹 其机翼的挂架则可用来携带格斗弹和远程空面打击武器 最后KF-21N作为一款舰载机 它的前起落架专门进行了加强 从原有的单轮式变成了双轮式起落架 而且在其前方还带有弹射牵引杆 可用于适配航母弹射器 至于KF-21N的整体性能 那绝对是不可能与美国的F-35C相比的 只是现在韩国的KF-21N只是一个模型 整体性能还真不好说 但不妨碍我们从陆基型KF-21上分析一波 当小弟有当小弟的好处 韩国的KF-21和美国的F-22测试图 不能说相似 完全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如果只从舰载机的性能考虑 KF-21的性能就挺不错的 因为有着落马公司的参与 该型战机的气动外形和F-22A有点相似 而F-22有多优秀 不用再赘述了吧 当然在没有落马参与的地方 该拉胯的还是挺拉胯的 比如其电传飞控系统的静稳度放得不够宽 导致其机动性没有五代机那么好 还有因其没有内置弹舱 只能依靠机腹下方的半埋式挂架 携带空空导弹 外加机体表面蒙皮缝隙的处理比较粗糙 导致KF-21战机在低可探测性上 几乎可以说没有 同时KF-21战机在航电系统的高度集成化性能上 也显得短小无敌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EOTS设备和IFF天线 这也是为什么KF-21只能是四代半战机 而非五代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按照韩国奔着宇宙第一战地的想法 今后的KF-21战机应该会有Block-2和Block-3计划 最终对应的目标应该是F-35A Block-3型战斗机 总的来说 目前的KF-21战机 它的外形设计基本和正在试飞的KF-21状态类似 一些影响低可探测性的设计并没有得到有效处理 因此KL这次展示的KF-21N缩笔模型 依旧和KF-21陆机型一样 只是一款具有四代半性能的舰载机而已 况且到目前为止 KF-21N没有预计装舰对象 搞了半天 韩国海军就没给KF-21N的舰载机安家 韩国海军目前能导过的 就只有独岛号和马罗岛号两艘轻型航母 且在去年年底 韩国海军就曾试图给这两艘直升机航母编列预算 增添F-35B战机 从而将其打造成闪电航母 火力军猜测 韩国这计划 大概率是受到日本出云号升级计划的影响 只不过 即使韩国海军能顺利开展对独岛号的升级改造 估计在2025年之前 这种改造也很难完成 在2027年之前 就更别想形成战斗地了 何况以目前韩国的军费和财政能力来看 韩国是不可能同时进行两艘航母的升级改造的 只能在独岛号完成改装后 才会进行马罗岛号的改装 而且相比于韩国海军的热情和积极配合 韩国国会似乎对韩国航母改造项目并不感冒 再加上去年6月份的2021年国际海上防务工业展上 韩国海军 韩国现代重工 大雨造船工业等巨头 就已经展出了两个韩国CVX型航空母舰设计方案 按照计划 新型CVX航母将在2033年正式入役 成为韩国海军的主力战舰 而CVX型航母的设计方案 其实早在2019年 韩国就已经在考虑了 根据当时交给韩国国会的方案 其中一个是满载排水量7.1万吨 另一个方案满排4.1万吨 7.1万吨航母可搭载32架喷气式战斗机 8架直升机 4.1万吨方案则设计携带12架战斗机 8架直升机 在造价方面 7.1万吨方案舰体造价约为50亿美元 而4.1万吨方案约为30亿美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从当时公布的方案设想图来看 这两型航母的设计方案 都将采用斜角甲板 并采用弹射起飞 阻拦着舰设计 且都安装两部弹射器 两台飞机升降机 其中7.1万吨方案采用双舰导设计 4.1万吨方案则为单舰导 方案的舰载机都可以选择 美国FA-18EF F-35C 或者以韩国KF-X战斗机 为基础开发的舰载型 或者购买法国的阵风M舰载机 应该说 这个时期的FPX-2方案 便韩国已经具备了 现代海军正规航母的基本特征 其中7.1万吨方案的甲板布局设计 显然还考虑了提高出动效率的问题 设计了较大的停机和整备空间 而据MADEX 2021上提出的方案模型的大宇和现代公司的说法 他们都在2019年便与韩国海军签署了概念研究合同 以上述方案为基础开展的工作 不过两家公司都表示 这两种起价方案显然都过于理想 因为虽然理论上韩国可以向美国购买电磁弹射器技术 但我们都知道 美国在出售军事技术方面的做法 巨额的技术转让费和技术转让中的种种限制 即使对于日韩这种比较富裕的国家来说 也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即使美国方面愿意转让技术 但想在韩国计划的几十亿美元的成本范围内完成 基本是不可能了 更何况韩国国会最终批准的经费 还远远低于上述方案的计划预算 最终的计划只有20亿美元 所以当时这个远远超越日本和印度 堪称世界第三的正规航母的设计方案 也就随之胎死腹中了 所以在此之后 韩国海军为了控制成本 最终才只能不情愿地选择和邻居日本 在出云号基础上改造航母基本相似的方案 也就是使用垂直短距起向飞机和直通式加班 只不过这样的设计 也导致航母舰载机的停机区十分有限 起飞效率低等问题的出现 而韩国海军最新的CVX型航母 就是现代和大宇公司 分别在这两个设计方案上的基础上完善的 只不过无论是现代公司 还是大宇公司的设计方案 都采用借助国际合作的形式 来外包研发一部分韩国搞不定的分系统项目 从而降低航母的研发的难度 另外 自从有了CVX航母项目 韩国海军动不动就会通过新闻 媒体等渠道 向国内公众展示航母的重要性 企图以一手花活来获取舆论支持 但从整体效果来看 这一公关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不仅公众部买账 而且在韩国国会那儿就过不去 所以去年年底 韩国议会在讨论航母的相关话题时 才会闹出除轻型中型大型航母外 世界的第四种航母 韩国型航母 这就和轻度 中度 重度 硬度一样 直接在圈里出了名 现在韩国研发航母的情况是 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和韩国海军 都对韩军的航母建造比较感兴趣 甚至提出了直接跳过轻型航母 上马六万吨 甚至七万吨的中大型航母的提议 但是韩国国会依然咬死了不松口 之前搞改造闪电航母 还可以勒紧裤腰带 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搞定 现在直接研发大型甲板型航空母舰 还是六七万吨级别的航母 且不说要花多少钱才能搞定研发 相关的配套技术 比如电磁弹射技术又要花多少钱 多少代价才能搞定 更何况韩国真的有这么大的远洋利益值得保卫吗 即便是打朝鲜 好像也用不到这么大的航母吧 总之韩国海军航母的发展 给火力军的感觉就是 死要面子 没有思路 韩国海军对航母能执行哪些任务 好像一直都处于一种比较懵逼的状态 不知道是选择更高的甲板任务效率 还是选择更强的指挥控制能力 亦或者是让航母执行制海 制空作战和支援登陆作战 而且从韩国最近几代的主力大型水面舰艇上看 韩国海军自身对于航母的需求并不突出 某种意义上 现在韩国海军造航母 就和他们当初造失踪大王号时遇到的问题一样 失踪大王级相比日本的金刚 摩耶级驱逐舰 强的地方 无非就是多了能够发射韩国自行研制的海星巡航导弹的能力 总体导弹数量更多罢了 多少有一种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感觉 同样的问题 还有他们的独岛号两栖攻击舰 独岛号能执行什么任务 韩国海军是在其造出来之后才开始思考的 再加上朝鲜东西海岸的防御力量都不弱 肯定不是韩国凭一艘两栖攻击舰就能突破的 所以韩国海军最后折腾了好久 终于想到一个用法 就是让独岛号搭载陆军的AH-64D武装直升机 去执行对朝鲜海岸附近目标的打击任务 只是朝鲜的那种地下攻势 也不是阿帕奇能凭地狱火反坦克导弹打掉的 所以也导致独岛号的处境十分尴尬 而现在的情况 只不过是将失踪大王和独岛号换成了CVX型航母 你觉得情况就真的能发生改变了吗 怕不是今后用F-35B发射JSM多用途巡航导弹 和500公斤JDAM导弹去攻击朝鲜海岸附近的目标吧 因此这样看的话 韩国海军想要造航母就是受了邻国的影响 搞起了内卷 毕竟韩国的两个邻国 一个正在自己建造拥有多条电磁弹射器的大型航母 一个在直升机母舰基础上搞小型航母 我们宇宙第一的大韩国要是不跟进 岂不是很丢人 而从现在韩国舰载机和航母的研发进度来看 火力军都替韩国海军担心 因为即使韩国航母一切顺利 最早也不会早于2030年才会得到新航母 而KF-21陆基已经是非 KF-21N已经有了缩笔模型 这意味着即使KF-21N造出来也没有装件对象 而且KF-21N目前也达不到五代机的水准 难不成造出来是要到战场上送菜吗 因此如果韩军真的想要研发航母 同时配套舰载机的话 最起码也要等到KF-21N舰载机的研发 是以KF-21Block 2型为基础展开的时候 而不是以现在这个还停留在四代半水平的 KF-21基础般展开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 KAL在9月21日展会上拿出来展览的 KF-21N型舰载机 估计只是用来充当门面的 好了 关于韩国KF-21N舰载机 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